第八回 一喊强敌胆 难解女儿心 清清哼了声 冷冷地道 干什么 不追上去再挥手 袁承治一争 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清清怒道 这般恋恋不舍 又怎不跟他一起去 袁承治才明白 他原来生的是这个气 说道 我小时候遇到危难 成他妈妈相救 我们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的 清清更加气了 拿了一块石头 在尸街上乱砸 只打得火星直蹦 板着脸道 那就叫做青梅竹马了 又道 你要破五行阵 干什么不用旁的兵阵 定要用他头上的玉簪 袁承治道 我是一根一碰就碎的玉簪 好叫你五位爷爷心无所计 便出手进攻 招式中就露出破绽 他们躺着指手不攻 此阵难破 清清道 难道我就没簪子吗 说着 拔下自己头上玉簪 折成两段 摔在地下 踹了几脚 袁承治 他在无理取闹 只好默不作声 清醒怒道 你跟他这么有说有笑的 见了我就闷闷不乐 袁承治道 我几时闷闷不乐了 清醒道 人家的妈妈好 在你小时候救你 疼你 我可是个没妈妈的人 说道母亲 又垂下泪来 袁承治急道 你别尽发脾气了 咱们好好商量一下 以后怎样 清醒听道 以后怎样四字 苍白的脸上 微微一红 更加恼了 发作道 商量什么 你去追你那小灰妹妹去 我这苦命人 在天涯海角漂泊罢了 袁承治心中盘算 如何安置 这位大姑娘 却是件难事 清醒见他不语 站起来 捧了承着母亲 骨灰的瓦罐 掉头就走 袁承治忙问 你去哪里 清醒道 你理我呢 静向北行 袁承治无奈 只得紧跟在后 一路上 清醒始终不跟他交谈 袁承治逗他说话 总是不答 到了今话 两人入客店投诉 清醒上街 买了套男人衣襟 又改穿男装 袁承治知道 仓促离家 身边没带什么钱 承他外出时 在他衣囊中 放了两钉银子 清醒回来后 撅起了嘴 将银子送回他房中 这天晚上 他出去作案 在一家附户 倒了五百多两银子 第二日 金华城底 便轰传起来 袁承治料之 是他干的事 不禁暗皱眉头 真不懂得 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 忽然大发脾气 如何对付 事事一窍不通 软言相求吧 不知怎生求恳才是 岂是不理吧 又让他觉 一个少女孤身 独闯江湖 未免心有不忍 想来想去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日 两人离了金华 想一屋行绪 青青沉着脸在前 袁承治跟在后面 行了三十多里 忽然天边 乌云密布 两人忙加紧脚步 行不到屋里 大鱼已倾盆而下 袁承治带着雨伞 青青 却嫌雨伞累赘 没带 他展开轻功 向前急奔 附近却没人家 也无庙宇良亭 袁承治脚下加快 抢到他前面 递伞给他 青青伸手 把伞一推 袁承治道 青帝 咱们是结义兄弟 说是同身共死 祸福与共 怎么 你到这时候 还在生哥哥的气 青青听他这么说 气色烧和 道 你要我不生气 那也容易 只消 依我一件事 袁承治道 你说吧 别说一件 十件也一了 青青道 好 你听着 从今而后 你不能再见 那个安姑娘和他母亲 如你答应了 我马上向你赔不是 哼 说着 嫣然一笑 袁承治好生为难 心想 安家母女对己有恩 将来终须设法报答 无缘无故的 避不见面 那成什么话 这件事 可不能轻易大运 不由得颇为愁愁 青青 翘脸一板 怒道 我原知 你舍不得 你那小慧妹妹 转过身来 向前狂奔 袁承治大叫 请弟 请弟 轻轻冲耳不闻 转了几个弯 见路中有座凉亭 便直窜进去 袁承治奔进凉亭 见他已全身势透 其实天气正热 衣衫单薄 雨水尽失后 甚是不雅 轻轻又羞又急 扶在凉亭栏杆上 哭了出来 叫道 你欺负我 你欺负我 袁承治心想 这到齐了 我几时欺负过你了 当下也不分辨 借下长衫 给他披在身上 他有伞遮雨 衣衫为尸 群色 到底他叫什么 心里在想什么 我可一点也不懂 小慧妹妹又没得罪他 为什么要我今后不可和他再见 难道为了小慧妹妹向他索要金子 因而害死他妈妈 这可也不能怪小慧啊 他将吕西先生 温室无老这些强敌杀的大败亏输 心惊胆寒 也不算是何等难事 可是 清醒这个大姑娘 忽喜忽撑 忽哭 忽笑 使令他 骚头摸腮 越想越糊涂 他一生 从没跟年轻姑娘打过交道 清醒 偏又加倍刁蛮 当真令他 手足无措 清醒 想起母亲惨死 索性放声大哭 直哭得袁承治头晕脑胀 不知如何是好 过离阵 雨渐渐停了 清醒却仍哭个不休 他偷眼向袁承治一瞥 见他也正望着自己 忙转过眼光 继续大哭 袁承治也横了心 心想 看你有多少眼泪 正字僵持不绝 忽听得脚步声响 一个青年农夫 扶着一个老妇 走进亭来 老妇身上有病 哼个不停 那农夫是他儿子 不住温言安慰 清醒见有人来 便受累不哭了 袁承治心念一动 我试试这法看 过不多时 这对农家母子出亭去了 清醒 见雨已停 正要上道 袁承治忽然 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清醒 吃了一惊 回头看时 见他捧住了肚子 蹲在地下 忙走过去看 袁承治运气混员功 额声灯时 黄豆般的汗珠直躺下来 清醒慌了 连问 怎么了 肚子 肚子痛吗 袁承治心想 装甲索性 装到底 运气 逼住了手上穴道 清醒 一摸他手 这觉 一阵冰冷 更加慌了手脚 忙道 你怎么了 怎么了 袁承治大声呻吟 指示不打 清醒急得又哭了起来 袁承治呻吟道 青帝 我 我这病是好不了的了 你莫理我 你 自己去吧 清醒急得 怎么好端端的生起病来 袁承治 有气无力地道 我从小有一个病 受不得气 要是人家发我脾气 我心里一急 立刻会心痛肚痛 哎哟 哎哟 痛死了 昨天 跟你的五位爷爷相斗 又实力厉害了 我 我 清醒惊慌之下 双手搂住了他 给他胸口揉搓 袁承治给他抱住 很是不好意思 清醒哭道 承治大哥 都是我不好 你别气了 承治心想 我若不继续装甲 不明给他当做了轻薄之人 此时 骑虎南下 只得垂下了头 身引导 我是活不成了 我死之后 你给我葬了 去告诉我大师哥一声 他越装越像 肚里却在暗暗好笑 清醒哭道 你不能死 你不知道 我生气是假的 我是故意气你的 我心里 心里很喜欢你呀 你对你那小灰妹妹好 我心里好生难过 以为你对我不好了 你要是死了 我便跟你一起死 袁承治心头一惊 原来 他是爱着我 他生平第一次领略少女的温柔 心头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又是甜蜜 又是羞愧 蒸蒸的不语 清醒直到 他真的要死了 紧紧地抱住他 叫道 大哥 大哥你不能死呀 没有了你 我也活不成了 袁承治只觉 他吹起如蓝 软绵绵的身体 威依着自己 不禁一阵神魂颠倒 清醒又道 我生气是假的 你别当真 袁承治哈哈一笑 说道 我生病也是假的呀 你别当真 清醒一呆 呼的跳起 披脸重重一个耳光 啪的一声大响 直打了他 眼前金星乱冒 清醒眼脸就走 袁承治愕然不解 刚才还说 很喜欢我 没有我就活不成 怎么忽然之间 又翻脸打人 他不了解清醒的心事 指的跟在后面 清醒一帆金黄 一帆喜味 早将对安小慧的 遗迹之心 抛在一旁 见袁承治左边脸上 红红地印着 自己的五个手指印 不禁有些欠缘 也不禁有些得意 想到终于泄露了自己心事 又敢羞愧难当 两人都是心中有愧 一路上不再说话 有时目光相处 都脸上一红 立即同时转头回避 心中却都甜甜的 这数十里路 便如是飘飘荡荡的 在云端行走一般 这天傍晚 到了一屋 清醒找到一家客店投诉 袁承治跟着进店 清醒横他一眼说道 四逼来脸地跟着人家 真讨厌 袁承治摸着脸颊 笑道 我肚痛是假 这里痛却是真的 清醒一笑道 你要是气不过 就打还我一击吧 两人于是和好如初 晚饭后闲谈一会儿 两人分房睡了 清醒见他于自己 吐露真情之后 仍温文手里 不再提起那事 倒免了自己一番尴尬狼狈 可是忍不住又想 我说了喜欢他 他又怎不跟我说 不知他心里对我怎样 他喜欢我呢 还是不喜欢我 这一晚翻来覆去 又怎睡得安稳 只是思量 他喜欢我呢 还是不喜欢我 此日起身上道 轻轻问起他 如何见到他爹地的遗骨 袁承治于是详细说了 两人怎样发现洞穴 他怎样进洞 见到窟窿 怎样掘到铁盒 怎样发现图仆等情 又讲到 张春九和那秃头 夜中前来偷袭 反而遭殃的事 清醒只听得毛骨悚然 说道 张春九是我四爷爷的徒弟 最是尖隔不过 那汪秃头是二爷爷的徒弟 我五个爷爷 每年正月十六 总是派了几批子职徒弟 出去寻访探照 到底寻什么人 还是找什么东西 大家鬼鬼祟祟的 从来不跟我说 不过每个人回来 全都垂头丧气的 定是什么也找不到 现下想来 自然是在找我爹地的下落了 过了一会儿 又道 我爹地死了之后 还能用计杀敌 真了不起 言下赞叹不已 又道 要是爹地活着 见到你把温家那些坏人打得这般狼狈 定是高兴得很 嗯 妈妈是亲眼见到的 她定会告诉爹地 你再把爹地的笔迹给我瞧瞧 袁承治取出那幅图来 递给他道 这是你爹地的东西 改当归你 清醒瞧着父亲的字迹 又是伤心 又是欢喜 这一天来到松江 清醒呼道 大哥 到了南京 见过你师父后 咱们就去把宝贝起出来 袁承治祈祷 什么宝贝 清醒道 爹地这张图 不是叫做重宝之图吗 他说 得宝之人 要筹我妈妈黄金十万两 妈妈又说 这是皇宫内库中的物事 其中不知有多少金银珠宝 袁承治沉吟道 话是不错 可是咱们办正事要紧 他一心计划的 只是会见师父之后 去报复仇 清醒道 暗图寻宝 也不见得会耽搁多少时候 袁承治神色不悦 说道 咱俩拿到这许多金银珠宝 又有什么用 清帝 我劝你总要规规矩矩地做人 别这么贪财才好 只说得 清醒撅起了小嘴 毒气不吃晚饭 此日上路 清醒道 我不过拿了闯王两千两黄金 他们就急得什么似的 要你大师兄亲自出马来讨回去 闯王干什么这样小价气呀 袁承治道 闯王拿了一小价气了 我见过他的 他带人最是仗义书彩 他为天下老百姓解除疾苦 自己节俭得很 当真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 这两千两黄金 他有正用 自然不能轻易失去 清醒道 是呀 要是咱们给闯王献上黄金二十万两 甚至二百万两三百万两 你说这件事好不好呢 这一言提醒 直喜的袁承治抓住了他手 道 清帝我真糊涂了 多亏你说 清醒把手一摔 道 我也不要你见秦 以后少骂人家就是了 袁承治陪笑道 要是我们找到这批金珠宝贝 献给闯王 可不知能救得多少受苦百姓的性命啊 两人坐在路边 取出图来细看 见图中心处有个红圈 圈旁住着魏国公府 此字 两人又细看了一会儿 元承知道 宝藏是在魏国公府的一间偏房底下 清醒道 咱们到南京后 只想寻到魏国公府就有法子 魏国公是大将军徐达的封号 他是本朝第一大功臣 府地定然极大 一找得狠 元承治摇摇头道 大将军的府地非同小可 防守定言 就算混得进去 有这么大举挖掘 实在也为难得紧 清醒道 现下凭空猜测也是无用 到了南京再相机行事吧 路上数日 到了南京 那金陵石头城是天下第一大城 乃太祖当年开国建都之地 眼下仍延用旧称 叫做应天府 千门万户 五方福凑 朱雀桥畔瀟谷 无一项口齐罗 王孙公子 士族子弟 仍相聚居 虽逢乱世 不见西年奢靡 两人头殿后 承治便依着大师哥所说地址 去见师父 一问之下 却知 慕仁清 往安庆府去了 至于 到了安庆府何处 在南京联络传讯之人 也不知情 常治郁郁不乐 清清 拉他出去游玩 也是全无心虚 只坐在客店中发闷 清清 把店半叫来 询问 魏国公府的所在 那店半 茫然不知 说 南京 哪里有什么魏国公府 清清 老了 说道 魏国公 是本朝第一大功臣 怎会 没国公府 店半道 要是有 相公自己去找吧 小人生在南京 长在南京 在南京住了四十多年 可就没听见过 清清 怪他挺壮 伸手要打 给承治拦住 店半 唠唠叨叨地去了 两人在南京 寻访了七八天 没找到丝毫线索 承治便要去安庆府巡师 清清说 既然到了南京 总得查个水落石出才罢 两人又探问了五六日 有人说 徐大将军的后人 在永乐皇帝时 改封定国公 府地 听说现今是在北京顺天府 有人说 大将军逝世后 追封中山王 南京中山 有中山王墓 两位不妨去瞧瞧 又有人说 南京守备国公 也是姓徐 但他住在守备府 却不知 魏国公佛在哪里 两人去守备府查看 却见 跟地图上所会 全然不对 这一晚 两人 过了艘河船 在秦淮河中 游河解闷 常知道 你爹爹 是何等办事 他得到了这张图 却找不到宝藏 可见 这一件事 本来是很渺茫的 清醒道 我爹爹 明明这样写着 哪会有错 又不是一两金子 二两银子的事 当然不会轻轻意意的 就能得到 承挚道 再找一天 要是仍没端倪 咱们可得走了 清醒道 再找三天 承挚笑道 好 以你 三天就三天 你道 我不想找到宝藏吗 河中 声歌处处 讲声轻柔 灯影朦胧 似乎风中水里 都有枝粉香气 这般以你风光 袁承智 故事从所未立 清醒 批除浙东 却也没见过 这等烟水风华的气象 他喝了几杯酒 脸上涂红 听得临船上传来 阵阵歌声 盈盈笑语 不禁有微醺之意 笑道 大哥 咱们叫两个姐 来唱曲陪酒好吗 承智灯时满脸通红 说道 你喝醉了吗 这么胡闹 游船上的船夫接口道 到秦淮河来玩的相公 哪一个不叫姐儿陪酒 两位相公如有相熟的 小的就去叫来 承智双手乱摇 连叫 不要啊 不要 轻轻笑问船夫 和尚哪几位姑娘最出名啊 船夫道 讲到名头 像编玉京啦 柳卢氏啦 董小婉啦 李湘君啦 哪一位都是财貌双全 又会作诗 又会唱曲的美貌姑娘 轻轻道 那么你把什么柳卢氏 董小婉 给我们叫两个来吧 船夫伸了舌头 笑道 你这位相公 定是初来南京 轻轻道 怎么 船夫道 这些出名的姑娘 相交的不是王孙公子 就是出名的读书人 寻常做生意的 就是把金山银山抬去 要见他们一面 也未必见得着呢 又怎随便叫得来 轻轻催道 一个妓女 也有这么大的侍派 船夫道 秦淮和李 有的是好姑娘 小的给两位相公 叫两个来吧 元承智道 咱们要回去了 改天再说吧 轻轻笑道 我可还没玩够 对船夫道 你叫吧 那船夫 巴不得有这么一句话 放开喉咙 喊了几声 不多一刻 一艘花坊 从河边转出 两名歌女 从跳板上过来 向承智与清清 服了两服 承智 起身回礼 神色尴尬 清清 却大模大样的 端坐不动 只微微 点了点头 见承智一副 狼狈模样 心中暗暗好笑 又想 他原来是个老石头 就算心里对我好 料他也说不出口 那两名歌女 姿色平庸 一个拿起销来 唱了个 折柜令牌子 倒也悠扬动听 清清知道 这等曲牌 该用笛吹奏 但女子吹销 较为文雅 另一个歌女 对清清道 相公 我俩人合唱个 挂针给你听 好不好 清清笑道 好啊 那歌女 弹起琵琶 唱的是男子腔调 唱道 我叫你叫我 你只是不应 不等我说就叫我 才是真情 要你叫声 清哥哥 推什么脸红修人 你口里不肯叫 像是心里儿不疼 你若疼我 这真心也 为何开口 难得紧 袁承智听到这里 想起自己 平时常叫清帝 可是他从来 就不叫自己一声 哥哥 只是叫承智大哥 要不然便叫大哥 不由得 想轻轻敲去 只见 他脸上蕴红 也正向自己瞧来 两人目光相处 都敢不好意思 同时转开了头 只听那歌女又唱道 叫冤家 非是我好教你叫 你叫声无福的 也自难消 你心不顺 怎肯便把我来叫 叫的这声音叫 听得往心窝里烧 就是假印的殷勤也 比不叫到底好 另一个歌女 以女子腔调 接着唱道 叫冤家 但见我就要我叫 一会儿不叫你 你就心叫 我疼你 哪在乎叫与不叫 叫是口中欢 疼是心想着 我若疼你是真心也 就是不叫也是好 歌声娇美 原成只和清醒听了 都不由得心神荡漾 只听那唱南腔的歌女 唱道 我只盼 但见你就听你叫 你却是怕听见的 像旁人学 才带叫又不叫 只是低着头笑 一面低地叫 一面八人瞧 叫得虽然艰难也 心意儿 其实好 两人最后合唱 我若疼你是真心也 便不叫也是好 琵琶 叮叮叮叮 轻柔流荡 一声声挑人心弦 趁着取词 当真如蜜糖里调油 盐质中掺粉 又甜又腻 又香又焦 原成只一声与刀剑为伍 时德清醒之前 结叫的都是豪爽男儿 那想得单是叫这么一声 其中便有着许多讲究 想到曲中缠绵之意 筹谋之情 不禁心中砰砰作跳 轻轻眼皮低垂 从那歌女手中接过销来 拿手帕沾了酒 在吹口处擦干净了 接嘴吐气吹了起来 原成只当日 在静岩玫瑰坡上 曾听他吹销 这时 和尚波光月影 酒浓之香 又是一番光景 销声婉转轻阳 吹得正是挂针曲调 想到 我若疼你是真心也 便不叫也是好 那两句 灯下 见到轻轻的立色 不觉心神俱罪 原成只听得出神 没发觉 一艘大花坊 一靠到船边 只听得 有人哈哈大笑 叫道 好笑 好笑 接着 三人跨上船来 轻轻 见有人打扰 心头晦怒 放下销管 侧步携失 见 上了三人中 前面一个摇着折扇 满身锦绣 三十来岁年纪 生得细眉细眼 皮肉笔身的两个歌女 还白了三分 后面跟着两个家丁 提着的灯笼上面写着 总督府三个红字 原成只站起来 拱手相迎 两名歌女扣下头去 心情却不理睬 那人大笑着 走进船舱 说道 打扰了 打扰了 大啦啦的坐了下来 原成只道 千万遵信大名 那人还没回答 一个歌女道 这位是凤阳总督府的马公子 秦怀和尚有名的阔哨 马公子也不问成只姓名 一双色眯眯的眼睛 竟在清清的脸上 溜来溜去 笑道 你是哪个班子里的 倒吹得好笑 怎么不来伺候我大爷呀 清清听他把自己当作幽灵岳将 眉头一停 当场便要发作 成只向他连拾眼色 说道 这位是我兄弟 我们是到南京来访友的 马公子笑道 访什么友 今日遇见了我 交了你公子爷这个朋友 你们就吃着不尽了 袁承智心中恼怒 淡淡问道 阁下在总督府做什么官 马公子微微一笑道 总督马大人便是家书 这时那边花坊上又过来一阵 那人穿着一身偶色熟罗长袍 身材矮小 留了两瓶小胡子 神情一团和气 向马公子笑道 光子爷 这兄弟的肖吹得不错吧 袁承智瞧他模样 料想他是马公子的亲客 马公子道 姜廷 你跟他们说说 那人自称姓杨 名锦廷 当下诺诺连声 对袁夏二人道 马公子是凤阳总督 马大人的亲侄 交朋友是最热心不过的 一是千金毫无吝啬 谁交到了这位朋友 那真是一交跌进青云里去了 马大人最宠爱这个侄 待他比亲生儿子还好 这位兄弟要交朋友嘛 最好就搬到马公子府里去住 承智听他们出言不许 生怕青青发怒 那只青青 却笑诛言开 说道 那是再好不过 咱们这就上岸去吧 马公子大喜 伸手去拉他手 青青一缩 把一名歌女 往他身上推去 承智大骑 当下默不作声 青青 站起身来 对马公子道 这两位姑娘和传姐 小弟将每人打赏五两银子 马公子忙道 当然是兄弟给 你们明儿到账房来领赏 轻轻笑道 今儿赏了他们 岂不爽快 马公子道 是 是 少一摆 家丁已取出十五两银子 放在桌上 船夫与两名歌女谢了 马公子目不转睛地 瞧着青青 梅花眼笑 心阳难骚 如同捡到了 天上掉下来的 奇珍异宝一般 不一会儿 船已笼岸 杨景听到 我去叫轿子 青青护道 哎哟 我有一件要紧事物 放在下处 这就要去拿 马公子道 我差家人给你去取好了 好兄弟 你住在哪里 青青道 我在太平门 富珠山的和尚庙里借住 这东西可不能让别人去拿 杨景亭在马公子耳边低声道 盯着他 别让这孩子溜了 马公子眨眨眼道 不错 转头对青青道 好兄弟 我和你一起去吧 说着 伸手去搂他肩膊 青青吃得一笑 向旁避开 马公子神魂飘荡 对杨景亭道 景亭 这孩子若是穿上了女装 金陵城里 每一个娘们能比得上 天下居然有这等绝色少年 金日劝叫我遇上了 真是祖宗积德 青青道 大哥 咱们去吧 晚了 袁城志的手便走 马公子一时眼色 四人都跟在后面 他抢上几步 和青青说笑 青青 有一搭 没一搭的 跟他闲谈 青青 与城志日 为了寻访 魏国功夫 十多天来 在南京城内城外 大街小巷 都走遍了 于道路 也很熟悉 城志见他 竟往荒僻之地走去 指他 以动杀机 心想 这马公子 虽然无形 但看错了人 也不醉至死 师父常说 学武之人 不能滥杀无辜 我岂可不足 于是停步道 青帝 你别跟马公子 开玩笑了 咱们回水溪门客店去吧 青青笑道 你一人先回去 马公子大喜道 对对 你一个人回去 你要不要严在使 城志摇头叹息 心道 我说 回水溪门客店 一点名 并非在富州山 和尚庙借住 这人死到临头 还是不悟 说话之间 到了一片坟场 马公子 一走得上气 不接下气 问道 快 快到了吗 青青 一声长笑 说道 你们已经到了 马公子一愣 先想到这坟堆中来干什么 那灭片杨景亭 看出情形有些不对 但想 我们共有四人 两名家丁 又恐无有力 量这两个文弱少年 也使不出什么肩来 说道 小兄弟 别闹着玩了 大伙儿去公子府里 热喉喷的喝两钟 乐上一乐 你给大伙儿唱上几十曲儿 岂不是好 清醒冷笑两声 袁城志喝道 你们快走 做人规规矩矩的 便少碰些钉子 杨景亭怒道 你这人 若厌得很 还是自己规规矩矩的 先回去吧 别招得马公子生气 马公子 乍点那服 说道 好兄弟 我累了 你服我一把 挨进清醒身旁 伸右臂 往他肩头大去 清醒 身子一侧 想惩挚到 大哥 那便是什么 伸手冬至 诚挚转过头去一望 只听到背后 吃得一声响 急忙回头 马公子 那颗糊涂脑袋 已滚下地来 井子中 心血直喷 杨景亭和两个家丁 都惊待了 轻轻上前 一见一刻 全都刺死 诚挚献想 借意杀了一个 索性 斩草除根 一眠后患 当下 也不阻挡 清清 在马公子身上 吃了剑上血迹 细细娇嚣 原成之道 这种人 打他一顿 教训教训也就够了 你也忒狠了一点 清清 眼一横 撑倒 咱两个 在河上吹销 听许多好玩 这家伙 却来扫兴 你说他 该不该死 原成这现象 单是打扰扫兴 自然说不上该死 但马公子 和杨景亭这种人 仗势横行 伤天害理之事 定是做了不少 杀了他 也不能说滥杀无辜 于是正色道 这样的坏蛋 杀就杀了 可是你将来 乱杀一个好人 咱们的交情 就此完了 清清 吐了吐舌头 笑道 兄弟不敢 两人把身手 踢入草丛 正要回归客店 原成之呼在 清清衣袖上 扯了一把 低声道 有人 两人当即缩身 躲在一座 坟墓之后 只听得 远处脚步声响 东面和西面 都有人过来 两人从坟后 探眼相望 见两边各有十多人 提着油纸登录 双方渐行渐进 东面的人 击掌三下 停一停 又击两下 西边的人 也击掌三下 跟着又击两下 早进 聚在一起 围坐在一座大坟之前 所坐之处 与两人相聚十多丈 说话听不清 清清好奇之心大气 想挨进去听 袁承志 拉住他衣袖 低声道 等一下 轻轻轻道 但什么 袁承志 摇手示意 叫他别作声 轻轻 等得很不耐烦 约莫过了一盏茶十分 一阵急风吹来 四下长草 瑟瑟作声 坟边的松柏枝条飞舞 承志右手 拖着轻轻右臂 左手搂住他腰 施展轻功 竟不长身 有主脚步点地般 奔出十多丈 到了那批人身后 一座坟后扶下 这时风声未息 那些人丝毫不绝 两人一扶下 承志立即双手缩回 轻轻心想 他却是个至成君子 但也未免太古板了些 这时 和中人相聚 已不过三丈 只听一个嗓子微沙的人道 鬼派各位大哥远道而来 八道相助 兄弟万分感激 另一个人说道 我师父说道 您老师见招 本当亲来 只是他老人家 卧病已一个多月 起不了床 因此尚请万师叔 带领我们十二弟子 来供民老师差遣 那杀嗓子的人道 尊师与龙老爷子的贵样 只盼急早痊愈 此间大事一了 兄弟当亲去云南 向龙老爷子问安道谢 追封建万师兄 剑法神通 威震天南 兄弟一见万师兄驾到 心头立即大事落地了 一人戏称戏气的道 好说好说 只怕我们典仓派 不能给民老师出什么力 袁城只心头一阵 想起师父谈论天下剑法 曾说当世门派之中 俄美昆仑 华山 典仓 武林中称为四大剑派 四派人才鼎盛 剑法中均有独得之密 其他少林武当等派 武学虽深 却不专以剑术剑撑 这姓万的号称追封建 又是典仓派高手 剑术必是极精的了 他千里迢迢来到金陵 不知图谋什么大事 只听两人客气了几句 远处又有人击掌之声 这边击掌相应 过不多时 已先后来了三起人物 听他们相见序话 一起是山西五台山清凉寺的僧众 由金寺十丽大师率领 一起是浙敏沿海的海盗 由七十二岛总盟主 碧海长津 郑启云率领 第三起是陕西新岭太白山太白派的三个盟兄弟 号称太白三星的石禀光石禀文 黎刚三人 袁承智越听越奇异 先想 这些都是武林中顶尖的人 都听师父说起过他们的名头 怎么忽然聚到南京来 这听那姓敏的不住称谢 显然这些人都是他要来的 轻轻早觉这伙人形迹诡秘 只想询问成志 但耳听的众人口气皆非寻常之辈 自己只要稍微发声 势必力让察觉 因此连大气也不敢偷一口 只听得那姓敏的提高了嗓子说道 诚各位前辈 师兄师弟千山万水的赶来相助 意气深重 在下明子华 实时感激万分 请受我一拜 听声音是跪下来叩头 众人忙牵卸扶起 都说明二哥快别这样 折杀小弟了 这哪里敢当 武林中路线不平 拔刀相助 乃是分所当为 敏兄不必客气 乱了一阵 明子华又道 这几日内 昆仑派的张新一师兄 峨眉派的几位道长 华山派的几位师兄 也都可道了 有人问道 华山派也有人来吗 那好极了 是谁的门下呀 元城之心想 你问得倒好 我也正想问这句话 明子华道 是神权无敌门下的几位师兄 元城之心道 那是二十哥的门下 那人又问 明二哥 跟龟二爷夫妇有交情吗 那好极了 有他们夫妇撑腰 还怕那姓骄的奸贼神吗 明子华道 龟一世夫妇前辈高人 在下怎够得上结交 他大徒弟梅剑和梅兄 却跟在下有过命的交情 另一人道 梅剑和 那就是在山东道上 一见夫妻雄的梅影子了 明子华道 不错 正是他 元城之听到这里 当时是人 心想 既有本门中人参与 那定是正事 我且不露面 如有机缘 不妨暗中相助 又听 明子华道 先兄当年遭害身亡 兄弟十多年来 到处访察 始终不知仇家是谁 现下 姓蒙太白山 史事昆仲建告 才是害死先凶的 竟是那姓娇的奸贼 此仇不报 实不为人 娱气悲愤 又听当的一声 像是用兵器在墓碑上 重重一击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 那铁背金熬交功礼 是江湖上有名的汉子 金龙帮名声 向来也并不坏 料不到 竟做出这等事来 史事昆仲 不知哪里得来的讯息 言下似乎颇有怀疑 明子华不等史事兄弟打枪 抢着书套 史事昆仲 已将先凶在山东 遭难的经过 详细跟晚辈说的 那是有凭有据的事 实力大师 倒不必多疑 另一人道 交功礼在南京数十年 根深蒂固 金龙帮人多势众 虽然没听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高手 毕竟是地头蛇 咱们这次动态 可要小心了 明子华道 仗是如此 小弟自知独立难知 是以斗胆 便邀各位好朋友的大驾 明天有时政 兄弟在大工方设下 摆几席水酒 跟各位喜尘皆风 勿请光临 众人纷纷道谢 都说自己人不必客气 明子华道 这次好朋友来的很多 难保对头不会发觉 明日各位驾到 请向门口接待的兄弟 伸出右手中指 无名指 小指三个指头 做一下手势 轻轻说一句 江湖一起拔刀相助 以免给金龙帮派人 混进来摸了底去 众人都说正该如此 主权者来自四方 多数互不相识 以后对敌 都以这手势和暗号为机 众人说吧 正是 有谭黎会 李四成 张献忠 等各地义军 和官军打仗的新闻 便陆续散了 待众人去远 袁承志和清清 才躺下来休息 清清 蹲着两久不动 这时脚都麻了 说道 大哥 咱们明儿瞧瞧热闹去 袁承志道 瞧瞧道也不妨 可是 须得听我的话 不许闹事 清清道 谁说要闹事了呀 要闹事 也只跟你闹 不跟人家闹 次日中午 马公子被杀的消息 在南京城里 传得沸沸扬扬 袁承志和清清 整天躲在客店不出 傍晚时分 两人换了衣衫 改做寻常江湖汉子的打扮 多到大工坊去 这间 一座大宅子前 挂起了大灯笼 客人正路易不绝地进去 那宅地甚大 但强远残疚 结实断缺 门口略做修整粉刷 看来也是急救张 颇为草草 承志和清清 走到门口 伸出三指一扬 说道 强胡一气 八刀相助 一个身穿长袍的人 连连拱手 旁边一个壮汉 陪他们进去 献上茶来 请叫姓名 承志和清清 随口胡邹两个名字 那壮汉道 久仰久仰 兄弟在江湖上 久闻两位大名 清清肚里暗笑 心道 这大名连我们自己 也还是今日初次听到 你倒久闻了 不久 客人越来越多 那壮汉 见两人年轻 料想 必是哪一派中 跟随师长来的弟子 也不如和汉中 说了声师陪 招呼别人去了 不一会儿 开出习来 承志和清清 在偏袭上坐了 陪袭的是 先都派的一个小徒弟 同袭的 都是些后辈门人 也没人来理会他们 久过三旬 明子华到各席敬酒 静到这边牺牲时 承志见他 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 手上青筋突起 一脸彪悍之色 举止不武之间 显得武功不低 他双目红肿 料是 想起兄长被害之仇 连日悲声哀哭 承志心想 此人赌于手足之情 甚是可敬 他大举腰旁极有 将来那姓娇的仇人 和什么金龙帮 盛世定然不小 明子华先向众人 做了三衣 连声道谢后敬酒 西上众人都是晚辈 全都离席还礼 明子华敬碗酒归座 刚坐定身 一名弟子匆匆走到他身边 福尔说了几句 明子华满脸喜色 编辑出去 不多一会儿 恭恭敬敬地 陪着三人进来 到手席上坐下 元承志见了明子华的神器 料是 这三人来头不小 仔细看了几眼 见头一人如生打扮 背负长剑 双眼微翻 满脸傲涩 大模大象的昂首直入 第二人是壮汉 形貌朴实 第三人却是个 二十二三岁的高瘦女子 相貌颇美 秀眉微促 兴眼寒微 明子华大声说道 梅大哥及时赶到 兄弟实在感激之至 那如生道 明二哥的是 兄弟岂有不来之离 元承志心道 原来这人便是 二师哥的弟子 梅建和 怎的神态如此傲慢 只听梅建和道 我给你多事 代邀了两个帮手 这是我三师弟刘培生 这是我五师妹 孙仲军 明子华道 久仰五丁手刘兄 和孙女侠的威名 兄弟万分有幸 他没说孙仲军的外号 原来这外号不大雅致 叫做飞天魔女 明子华又给十丽大师 太白三英 郑启云 万里峰等众人引荐 个人互道仰慕 欢呼畅言 就一见憨 敏家一名家丁 拿了一张大红帖子进来 呈给主人 明子华一看 脸色力变 甘笑树生 说道 哼 焦老儿果然神通广大 咱们还没找他 他倒先寻上门来了 魏大哥 你们刚到 他竟也得到了消息 梅建和接过帖子 见封面上写着 后学教地 焦功礼 顿手百败 几个大字 翻了开来 里面写着 明子华 实力大师 太白三英 等人姓名 所有语焰的成名人物 全都在内 连梅建和等三人的名字 也夹在后面 莫审非干 现是临时天上去的 铁钟邀请 诸人明日中午到焦宅赴宴 梅建和将帖子 放桌上一掷 说道 焦老二这地头蛇 也真有他的 讯息灵通之极 咱们够不上座强龙 可是这地头蛇 也得斗上一斗 明子华道 送铁来的那位朋友呢 请他进来吧 那家丁应声出去 众人停背不饮 目光一起望向门口 这间那家丁身后跟着一人 三十岁左右年纪 身穿长袍 缓步进来 向首席诸人 攻身行礼 跟着抱拳 做了四方一 说道 我师父听说 各位前辈 嘉临南京 明天请各位过去叙叙 我师父好向各位致敬 吩咐弟子 邀请各位大驾 梅建和冷笑道 哼 焦老二摆下鸿门宴了 转头对送铁的人道 喂 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听他言语无礼 但仍恭敬达道 弟子 罗丽如 梅建和鹤道 焦宫里邀我们过去 有什么诡计 你知道吗 罗丽如道 家师听得 各位前辈大驾道来 十分仰慕 想和各位见见 得以烧尽地主之仪 以表敬意 梅建和道 哼 话倒说得漂亮 我问你 焦宫里当年 亥思敏老师的 兄长敏大姐 你在不在场 罗丽如道 家师说道 明日请各位过去 一则是向各位前辈 表示敬仰之意 二则是要向 米二爷赔话谢罪 盼米二爷大人大量 接过了这个梁子 梅建和鹤道 杀了人 赔话谢罪就成了吗 罗丽如道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家师说 是有难言之隐 牵扯到 名门大派的声明 因此 孙仲军突然间声叫道 你胡扯些什么 我师哥问你 当时你是不是在场 罗丽如道 弟子那时候 年纪还小 尚未败入师门 但我师父向来为人 谨慎正派 绝不致滥杀无辜 孙仲军贺道 好啊 你还降嘴 以你说来 闽大爷是死有余辜了 喝叫声中 他突然飞鸟般踪了出来 右手已经握住了明晃晃的一兵长剑 左手出场向罗丽如胸口按道 罗丽如大师一惊 又比一招铁门栓 横阁他这一掌急按 袁诚只低声道 糟了 他右臂不保 话未说完 只听得罗丽如大声惨叫 一条右臂果真已给利剑斩落 鲜血直喷 厅中个人齐声惊呼 都站了起来 罗丽如脸色惨白 但居然并不晕倒 左手撕下一筋 在右肩上一缠 俯身拾起断臂 大踏步走了出去 众人见他如此硬朗 不及害战 面面相去 说不出话来 孙仲军 逝去剑上血迹 还剑入鞘 神色自若的龟座 举起酒杯 一言而尽 这一剑干净利落 出手极快 可是听上数百人 竟没一人喝彩 君觉 不论对方如何不适 却也不该这般辣手对待前来邀客的使者 连明子华于震惊之下 也忘了教义身好 孙仲军心下 甚不乐意 明子华道 这人如此凶悍 足见的师父 更加奸恶 咱们明日 去不去赴宴 万里风道 那当然去呀 倘若不去 岂非让他小去了 张启云道 咱们今晚 派人先去踩踩盘子 摸个底细 瞧那焦工礼 要了些什么帮手 金龙帮明天有什么诡计 是否要在韭菜中下毒 有备无患 免得上当 明子华道 正道主所见急事 我想他们定然防备得紧 道要请几位兄长 辛苦一趟才好 万里风道 小弟来自告奋勇吧 明子华站起来 珍了一杯酒 碰到他面前 说道 兄弟先敬一杯 万大哥 马到成功 两人对饮干杯 沿袭散后 个人纷纷辞出 袁承智拉拉轻轻的手 和他悄悄跟随万里风 这时已出更时分 只见他回贺殿 换了短装向东而去 两人远远跟着 见他转弯抹角地 穿过七八条街头 绕到一所大宅地后面 静字窜入 袁承智见的身法极快 见想 刀也步往了追风剑三子 两人随后跟进 见一心房中透着灯光 在窗缝中张去 见室中坐着三人 朝外一人 五十多岁年纪 脸颊红润 额头全是皱纹 眉头紧锁 悠行余色 这听那人叹了一口气道 哎 你如怎样了 下手一人倒 罗师哥晕过去了几次 线下血是止住了 袁承智听两人口气 料想 这老者便是交工礼 师徒们在谈 罗利儒的伤势 又听另一人道 师父 咱们最好派几名兄弟 在宅斯四周巡查 只怕对头有人来踩盘子 焦工礼探道 哎 差不差都是一样 我是认命了 明天上午 你们送师娘 师妹和小师弟 到徐州吴家去 那徒弟道 师父 对头虽然厉害 你老人家 也不必灰心 本帮 但在南京城里 就有两千多兄弟 大伙一起跟他们 拼个死活 怕他们三大 焦工礼探道 哎 对头要的都是江湖上 顶尖的好手 帮里这些兄弟 跟他们对敌 只是白送性命 哎 我死之后 你们好好 侍奉师娘 师弟和师妹 都要靠你们教养成人了 说着 不禁流下泪来 一个徒弟道 师父 快别这么说 你老人家一身武功 威甚江南 就算不胜 也绝不知落败 咱们二十五名师兄弟 除了罗石阁之外 还有二十四人 真的打不赢 你老郊游遍天下 广交朋友 跟他们再拼过 他们有好朋友 难道 咱们就没有 焦工礼道 当年 我学起方刚 性子也是跟你一般暴躁 以致惹了这场祸事 千霞我让他们杀了 还了这笔血债也就算了 袁成志和清醒均敢策然 心想 这焦工礼似乎也非穷凶极恶之辈 当年做错了事 现下却已诚心悔过 过了一会儿 听得一名徒弟叫了声 师父 焦工礼道 怎么 那人道 师父既不愿跟他们对地 那么咱们连夜动身 暂且避他们一避 大丈夫能屈 另一人急道 那怎么成 师父一事英明 难道怕了他们 焦工礼道 什么英明不英明 我也不在乎了 不过必是必不掉的 再说 金龙帮的帮主 这么缩头一走 帮中数千兄弟 今后还能挺直腰背做人吗 明天一早 你们大家都走 我一人留在这里 对付他们 两个徒弟都急了起来 急声道 我留着陪师父 焦工礼怒道 怎么 我大难临头 你们还不听我话吗 两个徒弟不敢言语了 焦工礼道 你们去 帮师娘收拾收拾 敲车子套好了没有 也不用带太多东西 该尽快上路要紧 两人嘴里答应 确实站着不动 焦工礼道 也好 去叫大家进来 两人答应了 开门走出 袁城池和青青 在墙角一缩 一憋之下 见西边墙角 有两人扶着 看身形 一个是追风剑万里风 另一个身材苗条 是个女子 正是孙仲军 袁城池脑他先前出手歹毒 要惩戒他一下 巧声对青青道 你在这里 可别动 青青身子清白 低声道 我偏要动几动 袁城池微笑 伏低了身 见万里风与孙仲军 正宁神里瞧 便巧眉声地从孙仲军身旁掠过 随手以把他腰间配剑抽出 这一下 手法轻急快急 只尝尽出窍时一声轻响 孙仲军全神贯注地瞧着焦工礼 竟没察觉 袁城池回到青青身边 青青 见他偷了人家大姑娘的配剑 颇为不悦 尝尽把剑递给了他 低声道 你收着 轻轻 这才高兴 将剑插入后腰腰带 两人又从窗缝中向室内张望 这剑陆续进来了二十多人 您长得已经四十年纪 最年轻的却只十六七岁 下来都是焦工礼的徒弟了 重徒弟向师父行了礼 垂手战利 人人脸上均有气愤之色 焦工礼脸色惨然 说道 我年轻时身在陆林 现实也不必对大家相瞒了 袁城池见重徒脸线诧异 见想原来他们军部之师父的身世经历 焦工礼叹了口气 说道 眼下仇人找上门来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劫仇的缘由 那一年 我在双龙岗开山立跪 弟兄们报说 山东省东衍道 秋道台年老志士卸任 带同了家眷回集 要从双龙岗下经过 游水很多 咱们吃陆林的 吃的是打家劫舍的饭 遇到贪官屋里 那是最好不过 一来 贪官搜划得多了 劫一个贪官 胜过劫一百个寻常客商 二来 劫贪官不伤英智 他积的是不义之财 拿他的银子 咱们是心安理得 不过 打听得护送他的 却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 是山东济南府 会友标局的 总标头 明子业 那就是 明子华的兄长了 听到这里 袁承治和清清 已急恍然 先想 双方的梁子 原来是这样结的 骄公里要劫财 明子业要保镖 争斗起来 明子业不敌被杀 袁承治 一面倾听室内骄公里的说话 一面时时斜眼查看万里丰与孙仲军的动静 忽见孙仲军伸手到腰间一摸突然跳起 发现配件让人抽去 忙想万里丰做了个手势 两人不敢再行逗留 越墙走了 袁承治暗暗好笑 再听焦公里说下去 明子业在江湖上颇有名望 是仙都派的高手 袁承治暗暗点头 心道 原来敏氏兄弟是仙都派的 听师父说 仙都派是内家正宗 渊源于武当 可说是武当派旁支 掌门人素爱结交 跟各门各派广通生气 怪不得明子化一举 便邀及了这许多能人 焦公里道 我一听之后 便不敢贸然动手了 于是亲自去采盘 那天晚上 在客店中查看他们行踪 却听到了一件 欺诈人肚子的事 原来明子业那人 贪花好色 见秋道台的二小姐 生得美貌 便定下了计谋 他暗中 与非虎寨的张寨主约好 叫他在非虎寨左近下手 抢劫秋道台 明子业假装奋力抵抗 忠于寡不敌众 由张寨主杀死秋道台全家 抢走财物 将二小姐掳去 明子业然后孤身犯险 请二小姐救出来 所有财物全归非虎债 秋二小姐家破人亡 无依无靠 又是感恩图报 自然会尾身下架于他 张宅主要讨好明子业 又贪图财宝 答应一切遵命 两人在密室中 窃窃私矣 都叫我听见了 我恼怒一场 回去召集兄弟 埋伏非虎寨之旁 到了约定的时候 秋道台一行人 果然到来 这番言语 是大出元城之意料之外 只听得交空里又到 那时 我想咱们武林中人 虽然穷途落魄 现身黑道 坐着没本钱买卖 但在色字关头上 总要光明磊落 才不识浩瀚子行径 哪知 这明子业如此无耻 他是名门正派的弟子 江湖上也算得颇有名望 身为总标头 却做这一等勾当 我眼见张宅主 率领了楼楼前来抢劫 明子业却装强作势 大声赤贺 灰线乱七八糟地夹打 不由得祸祭直博 就跳出来跟他动手 明子业 剑法果然了得 本来我不是他对手 但我叫破了他的诡计 把他的图谋 一五一十都叫了出来 他羞愤交加 沉不住气 终于给我一刀砍死 一个徒弟叫了起来 师父 这人本来该杀 咱们何必怕他们 当明日对头来了 大家抖开来 说个明白 就算他兄弟定要报仇 别的人也不见得都不明是非 元成之心想 不错啊 要是这姓娇的 果真是路见不平 杀了明子业 武林中自有公论 只怕他这番话 只一面之词 未必可信 有或不尽不识 另有隐情 教公李叹了口气道 我杀了那姓敏的之后 何尝不知闯了大祸 他是先都派中 响当当的角色 他师父黄慕道人 绝不能甘休 势必率领门下众弟子 向我寻仇 我便有三头六臂 也抵挡不住 幸好 我手下把那张寨主截住了 我逼着他 写了一张福便 将明子业的肩膜 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 那秋道台 自然对我十分感激 送了我两千两银子 我说 本来是要抢光了你的 剑下难得强调发善心 做了一件行侠仗义之事 索性 连一两银子也不收你的 秋道台千恩万谢 写了一封谢书 严明详细经过 还叫惠友标局 随同保镖的两个标头 签名画押 做个见证 这两个标头 本来并不知情 听张寨主和飞虎寨 其余倒火说的明白 大骂 名字也无耻 说险些给他卖了 收不定 性命也得送在这里 反而向我到老 狠套交情 我做了这件事后 知道不能再在黑道中混了 于是和众兄弟散了火 拿了那两封信 上仙都山龙虎观 去见黄木道人 那时仙都派门人 已得知讯息 不等我上山 中途拦住了我 就要跟我为难 大家气势汹汹 也不容我分辨 幸亏一位江湖旗下路过剑道 拔剑相助 将我护送上山 和黄木道长 三对六面的 说了个清楚 那黄木道长 狠实答题 约束门人 永远不得向我寻仇 但为了仙都派的声明 要我不可再外宣扬此事 我自然答应 下山之后 从此绝后不提 因此 这事的原委 江湖上知道的人极少 那时 明子叶的兄弟明子华 年纪又小 多半不知内情 仙都派的门人 自然也不会跟他说 一位门徒道 师父 那两封信 你还收着吗 萧公里摇头道 这 就要怪我下了眼珠 不识的人了 去年秋天 有朋友传话给我 说明子叶的兄弟 在仙都派一城下山 得知 我是他杀凶仇人 要来报仇 后来我打探出来 太白三英 跟明子华交情不差 他们是我多年老友 虽然已有十几年不见面 但大家年轻时 在陆林道上 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 于是我便去找 三英中的史家兄弟 一位门徒插嘴道 啊 师父去年腊月 赶去陕西 连年也不在家里过 就为这事了 交公里道 不错 我到了陕西秦岭 太白山 史家兄弟家里 满想 寒天腊月 哥俩一定在家 那只并不见人 却原来上辽东去了 说是去做一笔大买卖 我在他们家 等了十多天 史秉光秉文兄弟 才回来 老朋友见面 大家十分欢喜 我把跟敏家 劫仇的事一说 史老大当场 急拍胸膛 担保没事 我把秋道台的信 与张寨主的福便都给了他 两兄弟都说 只要拿去敏梓华一看 敏老二 哪里还有脸 来找我报仇 只怕还要找人来 赔话谢罪 求我别把他兄长的丑事 宣扬出去呢 他兄弟对我殷勤招待 反正我没什么要紧事 天天跟他们 一起打猎听喜 他兄弟从辽东 带来了不少人身貂皮 送了我一匹 有一日 三人喝酒闲谈 史老大呼说 大明的气数已完 咱哥们都是一副好身手 为什么不投效民主 做个开国功臣 我说 去投闯王 干一番事业 倒也不错 他哈哈大笑 说李自成是土匪流寇 成他什么气候 眼见满清兵是无敌 指示入关 要是我很投效 他可在满清九王爷面前力保 我一听之下 灯是大怒 骂他们忘了自己是什么人 这么好端端的大明豪杰 竟去投降打子 那岂不是去做不要脸的汉奸 死了之后 也没面目 屈奸祖宗 袁承智 安安点头 心想 焦公李这人 虽出神盗贼 是非之计 倒也看得明白 遇上了大事 倒挺不含糊 焦公李道 当时 我拍案大骂 三人吵了一场 第二日 史家兄弟向我道歉 史老大说 昨天喝多了酒 不知说了些什么糊涂话 要我别介意 我们是多年老友 吵过了也就算了 他们一般的殷勤招待 再也不提此事 我在陕西 又住了十多天 这才回南京 那只 史家兄弟竟狼心狗肺 非但不去向明子华解释 反而从中挑拨 大举约人 整整筹划了半年 我可全给蒙在鼓里 半点也没得到风声 一心只道 史家兄弟已跟明子华 说明真相 突然间晴天霹雳 这许多武林中的 一流高手 到了南京 那两封信 史家兄弟 多半不会给明子华瞧 史经格了这么多年 当时在场的人不是死了 就已散得不知去向 任凭我怎么分说 明子华也不会相信 只怕他怒气更大 反而会说我 瞎造谣言 毁谤他已去世的兄长 我就是不懂 我和史家兄弟素来交好 就算有过一次言语失和 也算不了什么 何必这般处心积虑 大局而来 瞧这番布置 不是明明要把我赶尽杀绝吗 到底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他们 实在想不出来 众弟子听了这番话 都气愤异常 七张八嘴 决意与史家兄弟 以死相拼 教宫离手一百 道 你们出去吧 今晚我说的话 不许露出去一句 我曾在黄木道长面前起过誓 绝不将明子叶的誓 向外人泄露 咱们是自己人 说一说还不打紧 宁可他们无义 我可不能言安无信 我此之后 谁都不许起心报仇 只需提到报仇二字 便是对我不住 请龙帮上下 勿须尊义 叹了一口气 道 叫师弟 师妹来 众门徒 人人脸线 悲愤之色 推了出去 跟着门尾掀开 进来一个十六七岁少女 一个七八岁男孩 那少女容貌甚美 瓜子脸高鼻梁 颇有鹰气 脸有泪痕 叫了一声 爹 扑到焦宫里怀里 焦宫里 轻轻抚摸她头发 半上不语 那少女 只抽抽叶叶地哭 那孩子睁大了眼睛 不知姐姐 为什么伤心 焦宫里问 妈妈东西 都收拾好了吗 那少女点点头 焦宫里道 弟弟长大之后 你叫他好好念书耕田 可是千万别考试做官 也不要再学武了 那少女哭道 弟弟要学武的 学好了 将来给爹爹报仇 焦宫里怒吓 胡说 你要把我嫌弃死吗 报仇两次 提也休提 过了一会儿 又柔声道 云露 呼灵中 鸭鸭 香宝 何时放流 不如 坐可安分 守己的老百姓 忠得天年 你弟弟 资质不好 学武 绝技 学不到我一半功夫 就算是我吧 今日也给人如此逼迫 不得善终 哎 只是没见到你说好婆家 终是一桩心事未了 你跟大家说 我死之后金龙帮的事 都听副帮主高叔叔的吩咐 那少女道 我这就派人去凤阳 找高叔叔来 教宫里脸一沉 说道 怎么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 把高叔叔找来 他是火爆霹雳的性子 岂容别人欺我 这样一来 事不免大动尴尬 不知要死伤多少人 就算我逃得一条性命 让几百兄弟为我而死 与心何人 你去吧 抱起儿子 在他脸上亲了亲 微微一笑 道 乖儿子 今后要听姐姐的话 那孩子道 是 爹爹 你为什么哭了 教宫里 强笑道 我几时哭了 将孩子放下地来 摸摸他头顶 脸上显得爱怜横溢 似乎生死永别 甚至不舍 焦姑娘泪流满面 牵了兄弟的手出去 走到门口 停不回头 道 爹 爹 难道 你除了 你除了死 你除了死给他们看之外 真的没第二条路了 焦公里道 什么路子我都想过了 如能不死 难道不想吗 哎 这当 就只一人能救我性命 可是这人 多半已去世了 焦姑娘脸上露出光彩 忙走进两步道 爹 那是谁 或许他没死呢 焦公里道 这位恩公姓夏 外号叫做金蛇郎君 袁承志和清清听了 都大吃一惊 焦公里又道 他是江湖上的一位旗侠 我杀死民子业的原委 他知道的清清楚楚 当年 先都派十一名大弟子跟我为难 权杖他独立驱退 护送我上仙渡山 见黄木道人 现下 黄木道人云游离山 多年来不知去向 料来早已逝世 听说 金蛇郎君十多年前遭人暗算 也已不在人世 我大安不报 心中长觉不安 只要这人还活着 哎 你们去吧 焦姑娘神色欺然 走了出来 袁承志向清清一座首饰 悄悄跟在两人身后 来到一座花园 眼见四下无人 袁承志突然飞身抢上 叫道 焦姑娘 你想不想救你爹爹 焦姑娘一心拔剑在手 喝道 你是谁 袁承志道 要救你爹爹 就跟我来 陡然跃起 轻飘飘 跃出墙外 清醒连续三月 翻过墙头 焦姑娘想不到 说话那人的清真功夫 竟如此了得 实是从所未见 一争之下 仗剑翻墙追出 她追了一段路 起了一句之心 突然停步不追 转身想回 刚回过身来 身旁一阵风掠过 腰里的飘带扬了起来 但却手腕微麻 手指一松 长剑已让袁承志 夺了过去 焦姑娘大惊 兵刃脱手 退路又给挡住 不知如何是好 袁承志道 姑娘别怕 我要赏你 易如反掌 我是你家朋友 说着 双手托剑 将剑还给了她 焦姑娘接了剑 点了点头 袁承志见她 将心将仪 说道 你爹爹 眼下大难临头 你肯不肯冒险救父 焦姑娘眼睛已红倒 是要能救得爹爹 粉身碎骨 也所甘心 袁承志道 你爹爹 为人很好 宁可舍了自己性命 也不愿大动干戈 多伤无辜 我要帮她个忙 焦姑娘听她说的诚恳 何况危难之中 只要有一丝脂肪 也绝不放过 做事要贵 袁承志道 姑娘且恶多礼 事情能否成功 我也没十分把握 焦姑娘只觉 又必给她轻轻一下 一股极大的力量 拖降上来 就此跪不下去 又对她多信了几分 袁承志道 请你领我去府上 我要写个字条 给你爹爹 焦姑娘道 两位高姓大名 请两位劝劝我爹爹好吗 袁承志道 我姓名暂且不说 你爹爹 见了我这字条 定会消了死至 咱们快先办了这事再说 焦姑娘大喜 道 两位请跟我来 三人月墙入内 焦姑娘引二人走进一间小书房中 拿出纸墨笔验 磨好了墨 远远坐在旁边 只见袁承志一挥而就 不知写了些什么 青青在桌旁坐着 脸先诧异之色 袁承志把纸尖折了 掏路信封 用江湖粘住了 交给焦姑娘 说道 这请快去跟你爹爹 但需答应我一件事 焦姑娘道 尊家吩咐 自当遵命 袁承志道 你千万不能对你爹爹说道 我的相貌年纪 焦姑娘祈祷 为什么 袁承志道 你说 我就不能帮你忙了 焦姑娘道 好 我答应 袁承志道 明日 冒时正 请你到水西门 兴隆客栈 皇子第三号房来 我跟你商议 怎生解除令尊的危难 但此事 勿须严守秘密 焦姑娘点头答应 袁承志 一拉清静的手道 好了 咱们走吧 焦姑娘 见两人月墙而出 心中又是惊疑 又是欢喜 忙奔回父亲我房 见房门紧闭 他拍了几家门 大叫 爹爹 开门 半天不闻声息 心中大急 忙绕到窗边 回掌打断窗戈 月窗进去 只见 焦公里 神色惨然 少举酒杯 正要放到唇边 焦姑娘叫道 爹 你看这封信 焦公里呆呆不语 焦姑娘拆开信封 抽出纸来 递了过去 焦公里 木然一瞥 尖指上 画着一柄长剑 不由得全身大振 手一松 当郎一声 酒杯 在地下跌得粉碎 焦姑娘吓了一跳 焦公里 却满脸起色 双手 微微发抖 连弯 这是哪里来的 谁给你的 他 他来了吗 真的来了吗 焦姑娘 凑近看时 剑纸上没写一字 只花着一柄长剑 剑身 曲折如蛇 剑尖是个舌头 蛇蛇伸出 分成两叉 她不止 何以父亲一剑此剑 竟然如此喜出望外 问道 爹 这是什么 焦公里道 只要她一到 爹地的劳命就有救了 你见到了她吗 焦姑娘道 谁呀 焦公里道 花这柄剑的人 焦姑娘点点头道 她叫我明天再去找她 焦公里道 有没有要我也去 焦姑娘道 她没说起 焦公里道 这位奇侠脾气古怪 咱们不可不尊她吩咐 明天你一个人去吧 哎 你迟来一刻 爹爹就见你不误道了 焦姑娘 心中一惊 才明白 原来 刚才酒杯中成的 竟是毒药 忙 拿扫帚来扫去 服侍父亲睡醒 焦夫人与众弟子 听说到了救星 虽想不论他武功如何了得 以一人之力 终究难与对方这许多高手相抗 但焦公里既如此放心 必有道理 当时都大为喜味 焦公里要他们四散避难 大家本来不愿 现下自然都不走了 元承志和清静 从焦家出来 清静问道 你画这柄剑是什么意思 元承志道 焦公里说 事上只有你爹爹一到 才能救他性命 我画的就是你爹爹用的金蛇剑 清静点头不语 过了一会儿问道 你为什么要救他 元承志道 那焦公里不是坏人 给朋友卖了 逼成这样子 难道见死不救 何况他又是你爹爹的朋友 清静笑道 嗯 我还到你见他女儿生个美貌 想讨好这个大姑娘 元承志怒道 你当我是什么人 清静笑道 哎呦 别发脾气 干嘛 你又约他到客店来找你 承志笑道 你这小心眼 真是不可救药 别啰嗦了 快跟我来 清静吃得一笑 跟着他向西而行 不多时来到大公方 明子华的宅地 两人越墙进内 躲在墙角 查看东京 元承志低声道 屋里不知住着多少高手 一给发觉 咱们的事就干不成了 清静低声笑道 你要帮那美貌姑娘 我可不许 偏偏有跟你捣蛋 我要大就大嚷了 元承志一笑 不去理他 过了一会儿 见吴义壮 两人悄悄前行 抓住一个男仆 问明了史氏兄弟 住宿的所在 元承志 把他点了雅穴 抛入树丛 来到史氏兄弟 卧房窗外 巧眉声地捏断窗格 跃了进去 史氏兄弟也甚了得 立即惊觉 正待贺问 双双 已给点中穴道 元承志 晃亮火车 点了蜡烛 和清静 在枕头下抽屉中 包裹里到处搜紧 见到的 却只是些 衣物银粮 冰刃暗器 正要再查 忽听房派脚步轻响 元承志忙吹熄烛火 伸手 在史氏兄弟 衣袋中一摸 都是些纸片信渣之类 心中大喜 尽数取出 放入怀中 巧声道 得手了 轻轻道 走吧 外面好像有人 元承志道 等一下 拿起史氏兄弟的一把匕首 黑暗中 在桌面上 画了 焦工礼拜上 五个大字 猛听得 门外有人贺问 什么人 两人忙从窗中跃出 随即翻过墙头 只听得 机掌之声 四下响动 此机彼应 知道 对方不止周密 高手内外便服 不敢贸然闯出 两人蹲在墙角边不动 只听得 屋顶有人来去巡逻 清醒 忽然低声道 这是什么 拿住他手 牵引到墙角边 元承志手指摸去 墙角青台下 似乎刻得有字 手指顺着字笔画中的 凹处写去 弯弯曲曲的是个转文 他不识地转字 敲声闻道 什么字 清醒道 是弟字 第一第二的弟字 再摸上去 又是一次 清醒跟他说 是个次字 上面是个公子 再上是个国字 最后一次笔画极多 清醒说是位字 元承志将这五字 自上而下的连接起来 竟是位国公次帝 寻访了十多天 而毫无影踪的 位国公府 其实就是对方的 大阪影所在 正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几个字 刺激斑驳年代已久 为台显所折 定是徐大将军 后人将宅子出卖了 说带之后辗转一手 再也无人得知 元承志心中正喜 不觉头颈中痒痒的 再来是清静在喝气 像是他找到了 为国公府乐极忘形 元承志头一缩 低声喝道 别顽皮 听得吸手掌声 渐向难以 说道 走吧 两人从吸手 急奔而出 回到客店 其实 已是四更十分 轻轻点亮蜡烛 元承志取出信件 捡了两通 颜色黄旧的信来 瞅瞅一看 果然是张寨主的 伏辩与秋道台的 谢涵 清清道 哼 你这一下 救了他爹爹性命 不知 他拿什么来谢你 元承志愕然道 什么他 清清 细细一笑道 教宫里的大小姐呢 元承志向他扁扁嘴 不去理他 细细看了两通书信 说道 他教宫里说的 确实句句真话 要是他另有私笔 那我就袖手不管了 何必去得罪 这许多江湖上的前辈 何况其中 还有二十哥的弟子 清清四笑非笑地道 那个飞天魔女 倒很美啊 元承志道 这女子 心狠手辣 坐视不当 毫没来由 把人家一条臂膀 砍了下来 陈吟道 若不是怕二十哥剑拐 我倒真要出手管上一管 我要叫姑娘到这里来找我 是怕露出了刑迹 要是我们同门师兄弟之间有了嫌隙 那就对不起师父养育之恩了 清清见得神色肃然 不敢再开玩笑 元承志又打开另外几封信来一看 不觉大怒 叫道 你看 清清 从来没见过他如此愤怒 以往 他既是在临敌之际 也是雍容自若 这时 忽见得满铃 仗着通红 额头上一条青筋猛突起来 不禁吓了一跳 忙急过来看 原来是满清九王多尔滚的济士 写给史氏兄弟的密函 吩咐他们 杀了焦工礼后 乘机夺过金龙帮来 先在江南树立市里刺探消息 联络江湖好汉 待清兵大举入关之时 便在南方启示作为内应 信末 给了两个大大的注意 清清识的上面一个是 大清瑞亲王五个立文 下面是多尔滚三字的撰文 清清 一时呆住了 说不出话 越想越怒 就要扯信 云承志一把抢住 道 扯不得 清清 当时醒悟 道 不错 这是天大的证据 元承志道 你想 史氏兄弟拿到焦工礼那两封信后 干什么不回去 清清道 他们要用来协制民子华 元承志道 定是这样 我本想救了焦工礼后 就此袖手不管 哪知这中间另有这么个大剑某 别说得罪二师哥 再大的来头我也不怕 静静瞧着他 目光中流露仰慕的神色 说道 咱们当然要管 就算二师哥搞到你师父那里 他老人家也一定说是你对 咱们去请你那大师哥来 要他用铁算盘来二一天作五的算一算 到底你有理还是你二师哥有理 元承志笑道 好了你快去睡吧 我得好好想一想 怎生来对付这一批奸贼 清清微笑道 我坐在你身边陪着你想 元承志摇摇头 轻轻一笑回房 次日清晨 元承志起身后 坐在床上打坐 调云呼吸 一手丹田 一股内息 在全身百学运行一遍 从小腹下直暖上来 自觉近来功力精进 颇为欣慰 下的床来 见桌上放了两碗豆浆 还有一碟大饼油条 胡丁清清兮兮一笑 从门后钻了出来 笑道 和尚打完了坐吗 元承志笑道 你倒起得早 两人刚吃完早点 殿小二引了一个人进来 口中唠唠叨叨的道 是找这两位吧 问你找姓什么的 又说不知道 元承志和清清一看 这人正是焦姑娘 他等殿小二一出门 立时败道 元承志连忙还礼 清清拉着他手扯了起来 焦姑娘见 这美貌少年拉住自己手 羞得满脸通红 但他们有旧父之恩 不便挣脱 过了一会儿 才轻轻缩手 清清道 焦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焦姑娘道 我叫婉儿 两位贵姓 清清向元承志一指 笑道 他凶得很 不许我说 你问他吧 焦婉儿知识说笑 微微一笑 脸容道 两位救了我爹爹性命 大恩大德 粉身难抱 元承志道 令尊是江湖前辈 侠义高峰 令人钦佩 晚辈稍小微老 不足挂齿 姑娘回去禀告令尊 请他今日中午照常宴客 这里两包东西 请你交给令尊 在紧急关头当众开启 必有奇效 这两包东西事关重大 须防有人半路解夺 焦碗而见 一个是长长包裹 分量沉重 似是包着冰刃 另一包却是轻轻的一个小包 双手接过又在败谢 等他走出殿房 元承志道 咱们暗中随后保护 别让坏蛋夺回去 带上房门出去 这见 焦碗而坐在客厅之中 两人急忙缩身 微觉奇怪 不知他何以还在客厅逗留 只听焦碗而朗声说道 叫掌柜的来 金龙探找 焦雷震空 元承志祈祷 他说什么 轻轻低声道 多半是他们帮里的切口 那殿小孩本来盛起凌人 听得这话 一台之下 恭神答应 是 是 掌柜过来 喝了腰 恭恭敬敬地道 姑娘 有什么吩咐 小的马上去办 焦碗而倒 我是焦大姑娘 你到我家去 说我有要紧事 请师哥们都来 那掌柜的 听得是焦大姑娘 更加吓了一跳 骑上快马 亲自持续 只一顿饭功夫 店外勇气 二十多名武师来 手中都拿冰刃 拥着焦碗而去了 元承志道 金龙帮在这里好大声势 咱们不必跟去了 待会儿到焦家吃酒去吧 两人闲谈一会儿 午时将到 慢慢夺到焦府 见客人正陆续进门 成志和精进随众入内 走到门口 焦公里和两人相互一一 他知道这两人是对方的门人小辈 也不在意 等客人到齐 已然过午 开出袭来 一番失败 与明子华请客时又自不同 金龙帮 财雄势大 这次隆重艳客 桌椅都蒙了 秀金红批 其上细瓷鸭筷 菜肴精致异常 自少不了南京民谣 盐水鸭子 做菜的是南京名厨 酒壶中珍出来的都是胭脂般的陈年少酒 明子华和十大历师郑启云 昆仑派民宿张新一 梅剑河 万里丰 刘培生 孙仲军等 坐在首席 焦公里亲自相陪 引擎劝酒 梅剑河等 却不饮酒 只瞧着明子华脸色 明子华 突然提起酒杯 智在地下啪的一声 灯石粉碎 喝道 姓叫的 今日武林中的好朋友们 都赏脸到这里来了 我的杀凶之仇如何了结 你自己说吧 他开门见山地提了出来 焦公里意识到敢难以回答 他大弟子吴平站了起来 说道 明二姐 你那兄长剑色起义 败坏武林中的规矩 我师父 他话未说完 摸得里一股进风射向面门 急忙侧头 蹬的一声 一枚五寸长的三角钢钉 钉在桌面 吴平见着钢钉 是孙仲军所发 怒气勃发 拔出单刀 叫道 好啊 你暗算我罗师弟 伤了他臂膀 你这婆娘还想害人 抢上去就要撕拼 焦公里急忙喝止 赤道 回宾面前 不得无礼 转头 向孙仲军笑道 孙姑娘是华山派高手 何必跟小徒一般见识 名字滑红了眼 抓起身前一双筷子 对准焦公里眼中志趣 喝道 今日跟你这老贼拼了 焦公里也伸出筷子 轻轻夹住迎面飞来的两只筷子 放在桌上 说道 敏二爷 怎的偌大火气 有话慢慢说 来人呐 给敏二爷 拿双干净筷子来 明子滑见他武功了得 暗暗吃惊 先道 怪不得 我哥哥命丧他手 没见何 见明子滑说了一招 急身右手 去拉焦公里手绑 说道 焦帮主好摆势 咱哥俩亲近亲近 焦公里 见他手掌来得好快 身子掠偏闭了开去 没见何 一把抓住椅背 咔啦一声 椅背上横幕 灯是断了 焦公里 见对方越逼越紧 敏方诸人 有的摩拳擦掌 有的抽出了兵器 自己这边的帮众门徒 也都严刑戒备 双方群殴一触即发 而那金蛇郎君还没到来解围 眼见秦始危急 双方一动上手 那就不知要伤折多少人命了 于是向女儿使个眼色 焦婉儿捧着那两个包裹 早已心急异常 见到父亲眼色 立即打开长形包裹 这件包里是一柄长剑 拖过来放在父亲面前 焦公里 见了那剑 不知是何用意 正自疑惑 孙仲军 一见到是自己兵人 不禁羞怒交集 抢过去一把抓起 骂道 摇摆是的 大家明刀明枪的比拼一场 偷人东西 算什么英雄好汉 焦公里愕然不解 孙仲军夸上两步 剑剑清光闪闪 向他胸口击刺过去 袁承智 让焦公里 交还孙仲军的常见 直到他体念 昨晚自己手下留情 心中感激 今日必可从中出力 调解西征 哪知 他竟反而凶狠横满 身为恼怒 焦公里 见对方剑招狠辣 急退两步 一名弟子 把他的折铁刀递了上来 焦公里接在手中 并不还招 但孙仲军出手甚快 一剑刺弓 跟着剑尖抖动 又刺向他咽喉 焦公里再不招架 不免命丧见底 只得轮折铁刀 对准他剑身砍落 孙仲军剑身下沉 自是避开刀砍 那只沉道下盘 突然陷入闪电的帆上 急刺对方小腹 这招快急准急 饶使焦公里 在这把折铁刀上沉浸数十年 也已不及挥道招架 急忙中纵身跃起 从旁人头顶窜出 这才避过力剑破腹之恶 但吃的一声 裤脚款终于为剑尖划破 他心中暗叫豪险 回头瞧他是否继续追来 一撇之下 不由得大喜过望 但见女儿手中拖着的 正是给太白三婴骗去的 那两封信 这时 他两名徒弟 以挥刀拦住孙仲军 两人深恨 他坏了罗师哥的手绑 捣风糊糊 舍命相扑 孙仲军嘴角边微微冷笑 左手插在腰里 右手长肩随手挥舞 当时把这两个大汉 逼得手忙脚乱 团团乱转 脚弓里接过信来 大叫 住手 住手 我有话说 两名徒弟听得师父恶叫 忙收刀退下 一个退得烧慢 砰的一声 胸口吃孙仲军踢了一脚 连退竖步 大口鲜血喷出 脸色力转惨白 焦工李向孙仲军瞧了一眼 强意怒气 叫道 各位朋友 请听我说句话 大厅中本已十分混乱 当下慢慢静了下来 焦工李道 这位闽朋友 怪我害了他的兄长 不错 他兄长明子叶是我杀的 大厅中 也时寂静无声 明子化乌叶道 千债还钱 杀人抵命 闽方武师 纷纷起哄 七张八嘴的叫道 不错 杀人抵命 十条命抵一条 焦工李 你自己了断吧 焦工李 待人声烧警 朗声道 这里有两封信 要请几位 德高望重的前辈过目 这几位前辈看信之后 如说焦某该当抵命 焦某立即自闻 皱一下眉头 都不算好汉 众人好奇心起 纷纷要上来看信 焦工李道 慢来 请敏二爷 推三位前辈先看 明子化不知信中内容 叫道 好 那么请十利大师 郑导主 梅大哥三位看吧 三人接过信来 凑在桌边低声念诵 太白三英 铁青着脸 在旁怯怯思议 十利大师 第一个看完了信 说道 以老那之见 敏二爷 还是捐气前贤 化敌为友般 他在武林中声望极高 武功见识 众人速来欣赴 此言一出 大厅上 晋级恶展 明子华 接过信来 先看张寨主的福变 张寨主 闻里不通 鼻子连篇 看起来还不大了然 再看秋道台的谢寒 那却是叙事明晰 文字流畅之作 只看到一半 不禁又是羞愧 又是难过 呆在当地 坐声不得 突然之间 心头许多一职 大祸不解之事 都冒出了答案 太白三英来 跟我说之 害死我哥哥的 乃是金龙帮交功礼 我要众位师哥 助我报仇 大家都推三足四 水云大师哥又说 要等寻到师父 再由他老人家主持 众师哥向来和我交好 怎得如此没同了一起 只动玄师弟一人 才陪我前来 我先督派人多势众 遇上这等大事 本门的人却不肯出头 拨得我只好去要外人相助 实在太不成话 原来我哥哥当年 干下了这等见不得人之事 众位师哥顶之真相 是也不肯相助 却又怕洒了我脸面 就此往失踪多年的师父头上一推 是动玄师弟年轻不知 只听 没见何教导 这是造假的 想骗谁呀 伸手抢过两信 扯得粉碎 交功礼万料不到 他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扯碎了两通书信 这一来 他以为护身符之物 重又消失 不由得又急又怒 脸皮紫障 大喝 行没的 你要脸不要 没见何冷冷的道 也不知是谁不要脸 害了人家兄长 还假造几封狗屁不同的书信 来冤枉死人 明知死无对证 任由你撒个漫天大谎 这样子的信 我关上了门 一天可以写一百封 我马上就写给你看 你信不信 你要冤枉十里大师 无恶不错 冤枉正导主 杀了敏二哥的兄长 那样的信我都会写 十里大师 与郑启云 本觉明子华礼屈 听梅剑河一说 又愁愁起来 不知这两通书信 到底是真是假 两人面面相去 难以为绝 吴平 见师父如此受人欺误 怒气填膺 扑地跳出 挥刀砍向梅剑河 梅剑河身子微侧 拔剑在手 白光闪动 吴平狂叫声中 担到托手 梅剑河的剑尖 一直在他喉头 喝道 你跪下 没打爷 就饶你一条小命 吴平连退三步 敌人见尖 始终不离喉口 梅剑河笑道 哼 你再不跪 我可要刺烂 吴平道 快刺 婆婆妈妈干什么 郊门子弟各职兵人 抢到厅中 闽翻武师中 一些勇往直前之辈 也纷纷抽出兵器 分别要斗 当时 乒乒乓乓地 打得十分热道 教宫里 跃上椅子 大声叫道 大家住手 瞧我的 手盘一番 折铁刀 横在喉头 叫道 原有头 斩有主 我近日 给明子叶 抵命贬了 兔儿们 快给我退下 众门徒 一言退开 残然望着师父 焦婉儿 急呼 爹 且慢 那封信呢 他说会来救你的呀 焦宫里取出信封 扯出一张白纸 向人群招了几招 众人 尖纸上画着柄 怪贱 不知是何用意 只听他高叫 金蛇大侠 你来迟一步了 横刀往脖子上摸去